甚至曾经因为当卧底表现优良 拿过奖金国给他的20万元奖金 施敏德还抢谢长廷赶快去告他 他会要法官把谢长廷一生的秘密都掀出来 在爆料民进党创党主席江蓬坚是特务后 施敏德遭到谢长廷冷嘲热讽 施敏德现在惊爆 其实2000年的那夜 江蓬坚向我告白时 同时也坦白对我说了 你谢长廷也是卧底 恐怖的是2010年 高明慧在法庭上说出 你谢长廷在梅丽岛受难者被监禁时 奖金国因为很满意你的工作 还要阮成章赏你20万 施敏德跟谢长廷之间 也没有什么 你知道没有什么仇 没有什么恩怨 他也不会是为了政治厉害 或政治斗争 在这个时候去捏造 而且他不会讲这种谎 他讲这个要干什么 对不对 而且他为什么要针对谢长廷呢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可信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施敏德还说江蓬坚也批评谢长廷 什么位子都要真 不顾自己的出身 施敏德嘲讽 像他这种敦苦劳 25年的人实在无法向谢长廷 练就一身选举细胞 和耍嘴皮子的功夫 施敏德指控谢长廷是廖北亚 他说恳求你谢长廷赶快到法院告我 让我可以在法庭上 要求法官调出你一身的秘密 也许你会赢 因为你是民进党党内公认 最坚巧的律师 你不敢提告 你就是廖北亚 还催出谢长廷赶快提告 让这件白色恐怖时代 见不得人的事件 尽速落幕 面对重磅爆料 谢长廷在脸书上回应 这是胡乱喷咬 但却完全没有说要提告 当历史没有真相 谢长廷恐怕很难摆脱 廖北亚风暴 记者吴俊伟是国豪台北报道